先 好啊 好啊 你是不是站在板上 你拿著鋼杖 剛才可不可以講一下 任務呢 第一次都覺得這個行動 就是說他們 駕快艇離開香港 這個行動 警方是知道的 你自己一開始已經有這個行動 其實有啊 一開始我已經覺得他們是知情的 還有呢 因為網上都有很多消息 我們都有一一去求證 我們覺得那個嫌疑是更加大 警方一早就知道 但是後來一哥就出來說 不知道啦 都是等空暴才知道 但是中間這幾個星期 其實都沒有辦法去核實到啊 還是什麼時候開始知道這個消息呢 即是你講怎樣核實到 即是一哥講完之後 幾個星期大家都沒有什麼辦法 但是你什麼時候知道 譬如是議員通知你 或是之鋒通知你 真的有警察的參與啊 不是因為之前是有些陶 陶謹申求助的 有三個家屬 他就將我們鋒在一個群組 這樣去 大家去盡量去幫自己的子女 回來香港 其他議員呢 他們都是很好人 個個都是 就是義無反顧這樣幫我們 我們都十二個家屬都很感謝他們 但就是剛剛這幾天才知道 原來警方是有參與 其實之前我們都有想過 但是沒有證據 現在就證據確鑿 他們真的有參與 為什麼知情言話不知情呢 那麼現在他們其實 是不是在這裏講大話呢 其實他們講大話 一個大話 一個大話 始終都會穿的 希望他們不要再講大話 交回實質的證據出來 如果真是沒有做過的 對得住天 對得住地 應該交回所有的證據出來 給我們香港市民 不要等我們在這裏 猜一下 那些現在對著 被捕那些的親友 現在是不是都是 免無殞信 都是沒有辦法 沒有 我都說47天 音信全無 也都接觸不到 接觸不到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人見過12個人士 有沒有想過 可能之前有人問過 我都請問一下 有沒有想過 自己親身上去內地去 對他完全去找他們人 其實如果是可以上去的 我當然可以上去 但是如果你說要隔離10歲 我肯定是有人陪我們上去 因為我怕上去 他回不了下來 謝謝陳小姐 謝謝大師哥 謝謝 那這位 我們先抹一抹鏡頭 就是陳小姐 啊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14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